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啊走啊 走不完 感觉就是说你有做完的工作 关键性的一环终于出现 他这个业核组织也是从陕西过来的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追踪从未停止 1998年秋 鄂尔多斯市一名中学女教师 蒋静在家中惨遭杀害 同时遇害的还有她年仅八岁的女儿 以及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姑子陈梦涵 经过尸检 法医判断 案发时间应该是在报案前一天下午的一点多钟 走访中警方了解到 案发当天下午五点左右 有一名男子到储蓄所 拿着受害人的存折取了一万一千多块钱 根据储蓄所工作人员的描述 警方模拟出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 这是一个有绝嘴特征的青年男子 然而 经过长时间的侦查 警方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任何踪迹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了血迹 还留下了足印 警方还根据银行工作人员的描述 画出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这是一个有绝嘴特征的青年男子 除了没有视频 凶手的性别 年龄 身高 甚至是DNA 都全都在警方的掌握之中了 这好像是一个不难侦破的案件 可是快二十年过去了 警方一直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任何踪迹 不管是地方的数据库 还是全国的违法犯罪人员DNA数据库 就是没有找到和凶手能够匹配起来的DNA数据 二十年里 鄂尔多斯警方一直苦苦追寻着凶手 包括乌国庆 敏建雄等等公安部的多名顶级专家 都曾经亲临案发现场 试图用各自擅长的手法去破解谜团 让案件有所突破 每一个鄂尔多斯的警察都相信 早晚有一天 这个凶手会落入法网 2018年的春天 DNA检测终于有了突破 九二案中凶手的DNA 居然跟百公里之外 包头一句无名诗 有着某种联系 可这句无名诗 它又是谁呢 包头位于厄尔多斯北部 大约140公里的地方 发现无名尸体的地方 是包头市郊区的一个山谷内 十分偏僻 平时几乎没有人会来到这里 他们认定为这是一个自杀的 他们就把它 倒作一个自杀尸体处理了 考虑到这个尸体 离三角还比较远 身上也比较高度腐败 在解决的意义不大 我们就是才去保护性情维 无名诗是2011年发现的 当年包头警方 提取了死者的DNA信息后 将尸体掩埋在了现场旁边 包头警方也做了一些工作 关于凶着死约方面 但是治警一直以后 没有找到这个死约 2018年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 完善充实自治区DNA数据库 包头无名诗的DNA信息 就这样进入了自治区的DNA库中 这才有了九二案中凶手的DNA 和无名诗DNA 关键性的遗誉 我警察马上去了现场 强制趴到这个沙开 此时距离无名诗被发现 已经过去七年时间 现场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厄尔多斯警方挖出的也只有一堆白骨 杜蕊东是厄尔多斯市公安局 东盛区分局刑侦大队现任的大队长 当年他和郝万中同一批来到东盛区刑侦大队 屈指算来他已经是东盛公安分局 九二案发生后的第六任刑侦大队长了 二十年来 刚犯罪方式这么近距离的 这还是第一次 根据包头警方当年的现场勘查记录 杜蕊东他们也认为 包头的无名诗应该是自杀身亡的 按照厄尔多斯市公安局的DNA比对结果 这句无名诗与九二案中在现场留下血迹的凶手 存在某种近亲关系 一个家族的人 二十年前在厄尔多斯市杀了人 同样是这个家族的人 若干年后又在离厄尔多斯不远的包头 自杀身亡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这个家族应该就居住在 离厄尔多斯市不远的地方 甚至就住在厄尔多斯市区 只要这个六二六无名诗能身份查清 我们的这个案子的突破口也就有了 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不管怎么样 我们要紧要抓住这个不放 在走访排查的同时 二多斯警方对包头无名诗案中 死者的尸骨进行了仔细检验 他们发现死者的牙齿 有一个明显的特征 是一个刮子牙 就是前边的茫牙 茫牙上有个小祸客 所谓的刮子牙 就是人的前门牙 长期刻瓜子类的坚果形成的浅窝 也称获子牙 在北方 葵花子产地及其周边的居民 大多具有这种特征 而内蒙古自治区 正是我国主要的葵花子产地之一 于是 鄂尔多斯警方以包头为中心 将排查范围扩展至 包括鄂尔多斯 巴延闹尔 五海 呼和浩特等地的广大地区 可以说是大海老长 这个不是说是这个无名死亡 找一个人 那长得非常 我个人感觉 都还章得非常难 巴延闹尔市地处 内蒙古自治区中部 南宾黄河 北宇蒙古国接壤 面积达6.5万平方千米 人口170余万 而负责整个巴延闹尔市调查的 只有白东和张兴两名行警 每天他们的行程 多达300多公里 看不到路的这种路面下 一直都在走啊走啊 走不完 感觉就是说 你有做法的工作 就这样 白东和张兴 在巴延闹尔地区 苦苦排查了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没有任何的守护 同样没有任何收获的 还有另外四个排查小组 这一天 白东他们在巴延闹尔市 乌拉特中企公安局了解到 当地对DNA数据收集工作 十分重视 辖区内所有的违法犯罪人员 都提取登记了DNA 接到了东盛警方的命案的 协查信息以后 我们马上 启动了这个比对工作 经过初步比对 乌拉特中企警方 登记造册的两名前科人员的DNA信息 与包头无名尸案中死者的DNA信息 有一定的关联性 而进一步的比对认定 排除了这两个人 是九二案凶手的可能 但他们的DNA和 和俄尔多斯九二密案中 嫌疑人的DNA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也就是说 九二案中凶手和无名尸 还有这两个人都来自同一家族 经常 乌拉特中企这两名 有钱科的人员 喜堂兄弟关系 来自本地一个王姓家族 本以为警方可以很快 就在王姓家族中 找出九二案的凶手 但是 俄尔多斯警方 大致摸清了这个家族 分布情况之后 才知道 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 他的一个主界 是从陕西 陕西过来的 从奈忙将来 他防部于 白月纳尔市 武汉市 宝头市 还有咱们俄尔多斯 于是 俄尔多斯警方 立即对这六大分支中的成员 一一展开调查 王氏家族人口众多 分布范围广泛 俄尔多斯警方 只能逐一展开调查 每提取到一个人的生物检材 就要立即送回 俄尔多斯 进行检测 我耳朵的DNA实验室是灯火通明 仍修训 仍到班修训 机器不修训 当警方排查至 俄尔多斯市 达拉特奇 一个王姓老人时 发现 他与九二案中 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 极其相似 此前 俄尔多斯警方根据现场的情况推断 案发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的年龄 是在25到45岁之间 现在你算算 20年过去了 那犯罪嫌疑人的年龄 应该在45到65岁之间 他应该就在王老汉 三个儿子中间 调查中 俄尔多斯警方了解到 王老汉大儿子 名叫王胜国 和受害人蒋静的丈夫 是好朋友 蒋静的丈夫在家的时候 王胜国经常到蒋静家做客 在排查的过程中 最初我们也接触过这个老大 也排查过 由于俄尔多斯警方 20年前就认定 凶手和死者家 似乎存在着熟悉的关系 因此 刘洁他们在当年排查过程中 曾重点调查过王胜国 但是因为作案时间等问题 最终排除了他的嫌疑 20年后 王胜国的嫌疑再度上升 这让俄尔多斯警方 既感到兴奋又感到沮丧 因为王胜国已于两年前 因病去世了 即便真是王胜国做的案 按照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也只能依法撤销案件 不再追究 更让俄尔多斯警方感到棘手的是 王胜国没有留下任何 可以提取DNA的东西 如何认定他和凶手的关系呢 晚般无奈之下 俄尔多斯警方只好依法提取了 王胜国女儿的生物检材 与九二案中犯罪嫌疑人的DNA信息 进行亲子鉴定 如果鉴定结论 认定嫌疑人与王胜国的女儿 两人的DNA存在血亲关系 那么王胜国就铁定是九二案里的凶手了 然而结果出来了 王胜国的女儿 与九二案中的犯罪嫌疑人 不存在妇女关系 在认定王胜国和他的女儿 却系血亲妇女关系之后 王胜国的嫌疑被排除了 王老汉的二儿子叫王胜学 是当地的一名富商 身价过千万 九二案发生的1998年 王胜学只有31岁 倒也符合嫌疑人的年龄范围 老二呢在这里面 家庭交接三五个方面都非常好 而且社会关系社会朋友也都非常 都是一些就是说是有事业性的人 考虑到王胜学户口本上的血型 记载为AB型 而犯罪嫌疑人的血型为A型 因此警方觉得 王胜学作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紧接着 王老汉的第三个儿子的DNA 比对结果也出来了 仍然没有比重 为了万无一失 东盛区公安局还是提取了 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 王老汉二儿子王胜学的剪裁 比对就在这天夜里开始了 我们是12点开始做到 看了一下那个仪器的进程 我觉得应该6点 6点多点应该差不多出结果 这是令厄尔多斯刑警 极为难熬的一夜 如果王胜学的DNA信息 与犯罪嫌疑人 在案发现场遗留的痕迹物证相吻合 这起几代刑警 为之努力的命案就有望告破 否则 俄尔多斯警方还得继续追查 剩余八分钟 也是剩余几分钟的时候 那感觉那时间特别慢 那一晚杜瑞东彻夜难免 手机就在他的身旁 他等着DNA实验室的检测结果 早上6点10分 杜瑞东的手机响了 是DNA实验室来的电话 变化另一端 传来了苏蕾的声音 是吧 比重来 这是那个 就是讲解当中送的去了 他听到 确定是他的时候 那种想象 无法用语言来 表达 在经过足迹 掌纹 笔记等 相关物证鉴定之后 俄尔多斯警方最终认定 王胜学就是杀害中学女教师 蒋静一家三口的犯罪嫌疑人 他户口本上的AB血刑 是当年体检失误造成的 刀案之后 王胜学承认了 自己20年前杀害蒋静一家三口的犯罪事实 会 传统码 新闻 那挺学 grow了 折腻 膠址 新闻 如果 自己ヤ tells的 那一天赌博的时候 王胜学把自己携带的一千元钱 全都梳了进去 为了借钱 他把传呼机压给了别人 然而借来的八百块钱又输光了 据王胜学交代 他想到了自己大哥的朋友 也就是受害人蒋靖的丈夫 他只去过蒋靖家一次 他觉得蒋靖家经济条件不错 应该会借钱给他 于是他凭记忆找到了蒋靖家 蒋靖接待了他 虽然室内有两个大人一个孩子 但由于这三人并不在同一个房间 这让王胜学有了各个击破的时间 按照王胜学的说法 他是用蒋靖家的刀行凶的 心虚的他慌乱中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在墙上留下了他的血迹 行凶之后 王胜学把蒋靖家的一张存折拿走了 就是蒋靖弟弟刚刚还回来的那个存折 大街下午大概五点钟左右 这个犯罪行李上一盒拿上这场从这 去了一盒取了钱 而在第一次去银行没有拿到钱之后 他便去了一个小诊所包扎了伤口 再加上杀人后做贼心虚 王胜学不敢正常在大路上行走 这让他的第二次去钱 已经是四个小时之后了 这个做完案以后 一直以后再多少年以后 对于他来说压力非常大 好多时候的话 其实内心也矛盾 也急尽 也害怕 也恐慌 睡不着觉 什么作恶吗 逃回老家的王胜学 一直提心吊胆 尤其是东盛警方调查他大哥 和死者家关系的时候 即便是多年后 他搞建筑证的大钱 依旧是小心低调 给人以老实的感觉 而他的内心十分清楚 打使我们是一项鼓掌 现在剩下的四位 我的想法是我们主要有五个人 需要告诉一下好大人 我们打捏某一个和过瘾 我看起来早上打捏的照片 找不到 但是爱破了以后 我们四个跟万种的鼓鼓喝了 我们喝了给你 我一辈子 这夜相见 遇到的就是让我最痛心 或者是最刻骨面向的 这么一切感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从凤的发挥和应用好 现代科学技术 在南的案件 都有功课 都有侦破的条件 应该说 九二案的侦破 是二十年来 公安部 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 东盛分局 几百名警察 切而不舍的一个结果 案件侦破之后 鄂尔多斯的那个夜晚 是一个让鄂尔多斯刑警 永远难忘的夜晚 很多人 放炮中 大雨天 放炮中 就任由大雨倾盆 那更像很多人的眼泪 有一位刑警 在朋友圈里 写下了这样的留言 如果你没看过 如果你没看过 案件现场的惨烈 你就无法感受 被害人家属 专心的疼 与对正义的呼唤 如果你没经历过 日夜不眠 推演案情 红眼追凶 你就无法感受 长达二十年的煎熬 与等待 是怎样的淬炼 如果你不身为刑警 真正冲在战斗最前线 你就无法体会那种 为一个案子头发 油黑熬白 致死不瞑目的 艰辛与牵挂 让我们向所有 为正义和法治 从不停下脚步的人们 致敬 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今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其他内容 明天见